现在是十一点半 准备开始弄点吃的 腊肠炒辣椒 就简单吃一点吧 因为开十几店的话 准备开始做饭了 有电饭煲啊 有电气炉啊 然后呢买一点菜 然后自己弄就可以了 现在的话那个老板正在弄 就简单吃就可以了嘛 反正也吃不了什么东西 今天的话 吃完了然后就坐到店里面 等客人来剪头发就可以了 白天的话是没那么忙 就是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呢 剪头发的人就比较多 吃完就休息一下 然后呢把这些卫生搞好一点点嘛 就等着吃饭了 等一下 吃完饭之后就坐到店里面休息一下 现在的话老板清机煞厨 老板这是辣肉啊 辣肉 还有炒辣椒 简简单单做一顿 对 反正也吃不了什么的 不要放那么咸咯 等一下 还是食物啊 昨天的话 现在就不会了啊 是昨天的话炒辣肉有点咸了 这会不要太咸咯 OK 嗯 就是这样子了 简简单单吃下就可以了 就是 就是 专用小厨房 就是 这个位置 小厨房 就在这里了 呃 今天的话 就早上讲了一个头发 呃 这个头 还有头发在这里 呃 我就说嘛 白天的话没什么人呢 就是晚上的时候 人比较多 八九点那样子就很忙了 嗯 然后的话就是这样 这个环境 八九点就很忙 嗯 有时候都忙不过来 啊 那白天的话人比较少 因为别要上班嘛 啊 每个人的事情都不一样 都是忙于赚钱嘛 啊 他这个店的话就是八九点 晚上的时候人比较多 因为别人都上班了 旁边那些大厂都会上班 嗯 现在呢 已经差不多炒好了 准备开吃 昨天的腊肉的确有点咸 不知道今天呢 会不会好一些 呃 随便吃点就可以了 马上就炒熟了 就可以吃饭了 现在呢 四处彷徨 为了去续的随应寄了 没开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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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